尤其是這一次 我們其實在對於 目前幾位的總統候選人 關注的部分呢 其中有一個很重點 就是他的兩岸政策的部分 那這次侯友宜到美國訪問回來之後 他提出了有一個3D的戰略 對於台南願景 還有印太的一個局勢 他所提出來 對於這個國防外交 那他有提到說 希望台灣安全 台海安定 世界安心 這樣一個目標 但是我想問一下說 老師 侯友宜他這次 為了總統大選 所提出來的3D的戰略 跟之前國民黨 本來就有的 國防外交的一些策略 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 以及侯友宜所提出來的 3D的戰略 真的可以解決 台灣的外交的難處嗎 我覺得是非常難 因為侯友宜他本身 並不是一個 國防兩岸外交的一個專家 所以我認為他這個3D戰略 也當然是底下的一些智庫 或者陪同他的一些 國際關係的學者 所共同擬出來的 那我們知道到底是去 提這個3D戰略的目的是什麼 到底是真正為了 兩岸的和平去思考 還是能夠得到美國的認同 我想這是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講 如果說能夠得到美國 對侯友宜的認同來講 那我覺得這次的訪美是成功的 因為他這個表現 是完全符合美國的戰略需要 跟戰略利益的 但是如果說認為這個3D戰略 就是能夠有助於兩岸和平的話 那這個可能就稍微 還有討論的一些空間 那3D的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什麼 就是deterrence 就是所謂的嚇阻 第二個就是溝通 第三個就是去風險 或者去風險 降風險化 那我就從三個角度來分析 嚇阻這個概念 我覺得可能一般的學者 或者一般人 對這兩個字的用法 太過於寬鬆了 因為嚇阻這個字的用法 其實它是來自於核子武器的時代 也就是說你這個國家 你有核子武器 但是我要嚇阻你 我怎麼嚇阻你 你只要敢打我一下 我的第二級能力 一定讓你一定滅亡為止 就是嚇阻在於說 我讓你不敢動 因為你只要一動 我可能就是全力遭殃 那你動了以後 我要幫你嚇阻 所以嚇阻的概念 它是核子武器的這個用語 其實一般不太適合 要與我們的常備的武力 但是嚇阻這個概念 變成說你要有多大的力量 你才能夠嚇阻 你要嚇阻 那像那個賴清德也講到說 台灣要有能夠威懾的 這個所謂的軍事力量 也等於說是去嚇制 遏制中國大陸 不要對台灣動武 那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我第一個就問你說 那你有多大的力量在 它的武力在這邊 那你拿什麼去嚇阻 台灣還發展出一種 所謂的豪租理論 或者世衛理論 就是說你只要打我 那我就讓你受傷 這個受傷並不叫嚇阻 我看嚇阻的概念 是比較更嚴重的 就是你要打我 我也讓你死了 那不是讓你受傷了 所以我覺得用嚇阻 這兩個字的時候 其實要非常非常的謹慎 那代表的一種就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以我是覺得說 也許國民黨的智庫 一些年輕人 他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沒有想到嚇阻這個概念 其實是個高度的一個不信任 跟高度的一個對抗 情況下一個必然的一個產物 所以我剛剛講嚇阻 然後就別人說 我也有軍事力量 那我剛剛就問說 那你足夠有軍事力量 那你從四個月延長到 十個月的兵役夠嗎 可能你應該恢復到 兩年或三年的兵役 那台灣現在的武力 你要達到嚇阻的話 那很難嚇阻 除非說我的飛機 我的飛彈可以炸到你北京 炸到你上海 我可以讓你中國大陸 一夜之間的毀滅 這叫做嚇阻 那如果做不到 那我就講嚇阻這個字 太草率了 太嚴重 太嚴重 那第三個就是說 要去風險化 去風險化這個是講給美國聽的嘛 因為美國在這個過程中的時候 他希望產業鏈 不要完全依賴於中國大陸 包括美國也希望我們的台積電 能夠到美國阿里桑那去生產 包括台灣不要去配合 中國大陸的科技 做升級的這麼一個需求的一個 成為城中的一份子 所以侯友宜在接受外交記刊的時候 也談到就是說 他在這一方面 他是非常認同於美國的 那我請問你一下 你有了第一個嚇阻 又有了一個第三個的去風險化 也就是站在美國這一邊的時候 你如何做到第二個溝通呢 對話 怎麼對話 聽起來就有點困難了 他會很難跟你對話 這是第一個大環境的情況下 那第二個呢就是說 那現在對兩岸的主張到底是什麼 就我上一集節目談到 如果我們今天大陸最在乎的 是一個九二共識 大家都找不到一個交集點 那這個情況下怎麼做對話 如果在身份認同方面 大家還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這怎麼去對話 所以我覺得 侯友宜先生現在選舉期間 我想他所提出的3D戰略 現在與其說是解決兩個問題 不如說是能夠得到美國 更大對他的認同 所以從國民黨現在的 對外的講法來講 侯友宜這是訪美是成功的 那我想對美國來講 也非常高興嘛 因為國民黨的三個候選人 國民黨的候選人 以及民眾黨或者甚至民進黨 他們在某種跟美國的概念 在美國的角度來講 你們都是願意做我戰略的 一個夥伴 能夠配合我美國戰略 就是推動的這麼一個人嘛 但是我剛剛講就說 你的第一種思考嚇阻 還有第三種這種去風險的概念 就是剛剛回到的 你是用西方式的那一種 對抗式的避險式的方式 去思考問題嗎 西方他可以做這種思考 是因為他自己當時的軍力很強大 可是我們中國的文化 你說當時我們在西域走的時候 面對這些少數民族的時候 絕對不是用這種暴力的方式處理 現在西方很多批評 中國大陸對少數民族的這個做法 那我想想看 如果今天換成美國來經營新疆 你說怎麼辦 如果按照美國的做法 那就跟原住民要不要幹掉就好了 就消滅 美國當時原住民不是這種幹法嗎 美國到全世界去不是這種做法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 基本上現在的幾個候選人 的確他們在這個兩岸的戰略上 是完全符合美國的戰略設計的 那問題就來了 現在一個最核心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跟中國大陸 這個局到底要怎麼解決 以我的專業研究 我的看法是不可能善聊 就是美國跟中國大陸的 這一場休歇底的陷阱之爭 它不可能是一個和平而結束的 但老師 臺灣在這個美中之間 博弈當中 它怎麼樣可以找到一條和的道路 所以這就是我要講的說 因為我們今天談兩岸問題 已經不再是兩岸問題的 而是美中對抗下 臺灣應該有著角色的問題 那你在美中對抗的角色問題 你先確定一點 美中之間是不是因為臺灣可以和 我覺得很難吧 所以有人說我們臺灣要做 美中之間的橋樑 那就是把自己看太大了 那假如說美中之間可以和 那我們今天也很高興 可是假如你的前提在於說 美中之間它要和的可能性 是非常微乎其微的話 為什麼講這一句話 你要瞭解美國這個國家 第一個這個美國這個國家太年輕了 美國這個國家年輕到 第二個它從來沒有失敗的經驗過 美國從來沒有失敗 不像歐洲的這些國家來講 它有成功有失敗的經驗過 所以它會比較懂得妥協 但是美國就像一個年輕的 一二十歲的年輕小夥子 它這幾十一百年來 它都是打勝仗 而且它都是如其所願的 然後第三個這個國家其實非常殘忍 它是習慣於暴力去解決問題 包括現在美國內部 還有所謂可以吸槍戒 它槍戒都沒有管制了 你看它早期對原住民 然後它對於其他國家 第四個它絕對是什麼樣 它不收善後 不做善後處理的 越南戰爭說走就走 對不對 阿富汗戰爭結束以後 說走就走 現在中東的問題 敘利亞的問題 包括那個伊拉克的問題 說走就走人 它才不管你這個國家 未來怎麼樣 我今天美國利益 我改變戰略就改變戰略了 所以面對這麼樣一個 美國的國家的時候 然後再加上第五個 亞洲是黃種人 它對於歐洲人 對白種人 它的美國都不客氣的 你看對日本人來講 對不對 你要崛起了 慢慢打下去 歐洲的歐元起來了 把歐元要打下去 當時英鎊要成為世界貨幣 之後美元把英國打下去 美國在面對所有其他國家 是從不手軟的 假如美國對白種人都不手軟 它憑什麼對黃種人會手軟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必須做一個 我們講說料敵從寬 我們必須做一個最壞的講法 說美國必然會用盡所有手段 去對付中國大陸的 那美國什麼時候出手 是美國自己會考慮的 那美國跟中國大陸打貿易戰 打科技戰 它一定殺敵一萬次損八千 可是只有打台灣牌的時候 它不但可以 不花任何一個錢 還可以賺得很多的軍火利益 所以美國其實一直在思考 這個問題 大家必須認清楚這件事情 就是將來美國在必要的時候 會不會把台灣推到前線去 讓兩岸之間發生一場衝突 而來耗損中國大陸的國力 就有點像它現在來講 利用烏克蘭來耗損俄羅斯的戰力 是同樣的道理 美國沒有損失一兵一卒 但讓俄羅斯確定 變成一個三流國家了 但是烏克蘭已經死傷慘重了 烏克蘭再死了60萬人 60萬人傷兵再乘以3的話 就是100大概是95萬 我告訴你 烏克蘭再打下去 一年之內它人員全部打光了 你看這個國家4000多萬 跑了2000多萬 原來的900多萬 現在變烏東地區變成俄羅斯 這個國家現在只剩1000多萬人 1000多萬能夠打仗的 就是300萬人 300萬已經打了一半完了 一半多了 所以但是對美國何干呢 美國只要說服 它的國家在內利益 這有什麼關係 我們台灣的確要小心一點說 台灣會不會掉進美國 我用一句話 台灣會不會讓台灣 會不會被美國拿來作為 擦槍走火的一個工具 現在看起來是非常有可能 因為美國自己內部 遇到很多的 所以台灣的政治任務 要以以為界 可是我們現在的包括 對不起 我們今天不談選舉 我們純談路線 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 像賴清子這個路線 甚而是對不起 像侯友這個路線 你們只在證明了一點 你們願意配合美國的戰略 那當你願意配合美國的戰略的時候 那我請問一下 台灣的安全能夠確定保障嗎 那美國哪一天 拋棄了台灣怎麼辦 而且不是哪一天 它隨時可以拋棄 它是任何的盟友的 美國這個紀錄 劣跡斑斑的 所以美國的這一套 就像標準那種西洋文化 所產生的西方文明 美國這包括歐洲 這300年代繁榮 美國這百年代繁榮 他們不都是在其他國家的掠奪 他們的資源所得到的一個結果嗎 你先回想看看 西方這百年 300年的繁榮 不就是掠奪全世界所有的資源 他掠奪全世界之間 他還創造了消費 才能夠促進生產 一直不斷地變 不斷地用了 像我們的文化習慣 這個東西要用好久 我們為什麼用好久 我們要習福 我們要習物 我們懂得社會資源是有限的 這其實是我們非常好的一個美德 可是我們現在的美德 完全被西方說走爛掉了 那同樣到底我們的美德 在於兩岸之間我們要溝通 我們要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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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所謂的換位思考 我們要思考別人最在乎什麼 我們去考慮 去跟大家互相找到一個妥協的交互 可是我們現在完全不是 我們現在走著西方路線 我們要強大 我們要嚇阻 我們要威懾 我們要參加去風險化 要參加西方的產業鏈 我們要跟中國的產業 劃清界限 我請問一下這樣子 如何能夠為台灣 我們創取最大的利益之所在呢 老師我最後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覺得侯友宜 應該找到一條什麼樣路線 跟賴清德不同 因為剛剛你提到說 包含了侯友宜 賴清德 柯文哲也好 因為他們不斷的到美國去面試 像是十月份 柯文哲還要再去一次 那如果侯友宜 要在這場的選戰當中突出的話 那你覺得他必須要提出一個部分 哪一個部分是要跟賴清德不一樣的 我覺得就是應該提出一個 和平的方法論的不同 方法論 對 你的方法跟我的方法不同 可是我必須要講 現階段的方法 大概還是大同小異了 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可能是八十步笑百步 這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的思路裡面就說 我現在要選舉 或者我現在在台灣我要生存 我到底應該先靠大陸 還是靠美國 我到底要得到大陸的認可 還得到美國認可 得到大陸認可 在他們的邏輯來講 我反而會失掉選票 我得到了美國的認可 我才能夠獲勝的機會 所以這幾十年來 其實國民黨跟民進黨 大概在這個 我們講說親美 就是說講好聽叫親美 其實講另外一個 比較專業來講 就是說完全符應於 美國的國家戰略計畫 那美國的戰略計畫 當時以美國的利益為思考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有一點學得胡語笑漢人的感覺 就說我們已取得美國人 對我們的認可而感到驕傲 就是說我們到美國訪問 能夠得到美國上下朝野 接見我們 甚至摸摸我們的頭說 你表現得好棒棒 我們就覺得說 我的我是成功的 現在好像都是這樣認為 但是這個成功 我剛剛講 這背後有非常大的隱憂嘛 就我剛剛講 我們今天用對抗的方式 那台灣你有多少的實力 跟中國大陸對抗 那你必須要依靠美國 可是依靠美國的下場 可能被賣了 幫忙也數錢 你還不知道而已嘛 所以我才看法則 自己的和平要來解決 你看我再提出個 全球非戰和平去 我就提出一些政治性的東西 我說台灣不分裂中國 第二個我們台灣也是中國人 第三個我們台灣 當然有軍事力量 可是我做不作為西方的 強權的一個軍事的一個基地嘛 也就是說我不被你所用嘛 那我的軍事力量只作為防衛 而不作為進取嘛 所以我非常清楚的 已經提出了我的一個 和平戰略的方案跟方法論 那我的方法論 跟他們講的所謂的嚇阻啊 跟他們講的所謂的去風險啊 那個概念完全是不一樣的 思維邏輯嘛 當然這個選舉是我相信 朱立倫主席侯偉先生 一定有很大的智慧了 我相信他們有他們的一些考量 那我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我就祝他們這個選舉一切順利 那真的能夠找到一個 能夠找到一個和平的道路 但是以我有限的知識來發現說 我覺得這是兩種不同思路的問題 就好像剛剛講 兩種不同的文明 其實背後的是一個文化的一個因素 文明之間是可以交換意見的 交換學習經驗的 但文化中間它牽涉到土壤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思考兩岸關係的時候 我們要與中華文化的思維的基礎 作為兩岸和平溝通的 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我覺得這才是能夠找到問題的方法 是所在的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